《梅记鸣对照》 那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关于《梅记鸣对照》 那它下面就是有两支影片 那一支就会以梅记鸣的生品为主 一支以梅记鸣它的写作内容为主 那时候会以梅记鸣 所以我们的主轴是因为 它是一个出生于中国东北的作家 那后来来台湾之后 它在空军基地的时候被卷入了白孔事件 那它在狱中呢 就是写作它中国东北的互相故事 然后来帮助它度过在狱中的时期 那我们对于它不管是身体或心灵 在这种很两极的这种对照的情形下 它的身体状态、心理状态都蛮感兴趣的 那第二件作品《金鸣工作坊》 诉说与聆听这个经营的现象 它描述状况是在夜晚 哪一个牢房里面的政治范围 因为没有办法承受精神压力 而开始发出一些谢斯比特的吼叫声 同房的育友难友们 就是听到 然后也集体的发出这种 没有办法判断是什么的叫声 直到最后枪声响起 然后监狱再度回到平静 然后我们找了四位参与者 然后让他们一个人在一个房间内去呈现这种 集体的经营的一种状态的现象 人权博物馆在2020年的时候 有册一个有关绿岛再判论案的相关特长 他是在1950年代发生在火烧岛先生训稿出的一起案件 导致一群人被送回来延长判刑或者是强决 当时有两位枫园翁子国小的老师 宋盛淼跟张树旺先生 他们好像有家人 但找不到 也在去年的机缘 那时候宋先生正好捐父亲的一些遗物给人权管 所以我们感情见了个面 所以这次的作品 我们会以丰园的翁子国小及一些临近的地点出发 除了他是在70年前 71年前事情发生的地点之外 也希望在过程中邀请宋先生 两位老师 牺牲老师 跟他们两位太太也都是老师的学生 亦或是翁子国小 年轻的一些校友或当地居民 一起卷入的创作过程中 他像是一封信从枫园寄到绿岛去 也是对这展览的回馈 那其实这一次的创作很大的动力 难至于宋先生他对我们的坦诺或倾诉 我觉得会想要在这次的创作里面 试着跟其他人讲 或者试着希望可以把宋先生对母亲的情感 传达给更多人 然后对于家庭 甚至对自己的家人说我爱你 我觉得这是我对于创作里面很想做到的事情 我一直传达就是一个信息 就是说以前我不敢讲出来的 以前我不想面对的 我现在真的可以走出来 也可以讲出来 能够带动这个社会 让更多人能够明白过去的背景 这是我们所想要的 其实我觉得整个创作过程 或谈论历史的过程中 我都很希望 我们总是有一种力量避免用太简化 或太大的伦理教诲去 碰触这六七十年 其实是活生生人的故事 所以我希望这次的创作过程中 也许你说不太出他的伦理教诲是什么 但是真实活过的人的样子 能够浮现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